Carmen調回香港多久 這麼快就辭職 你的消息在哪裡聽回來? 我有個同事Kennie, 你也知道誰 她的好姐妹也是在Brown當家庭 她說Carmen兩天前已經遭到辭職信 這件事其實整個航空公司都知道 不過背後的原因沒人知道 會不會是她調去另一間航空公司做? 除非她過檔去國務的航空公司 如果她還在香港做的話 我應該收到風 事態這麼突然, 會不會跟阿偉有關? 又跟楊上偉有什麼事? 誰都知道她是為了阿偉回來的 好, 劇情發展應該是這樣的 阿偉應該跟她說 我只想追回前妻 我對你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們一聽完就很傷心 所以她很優先, 一走你又知道 離開你的傷心地 對…我也覺得這樣, 吃雞吧, 好嗎? 你問阿偉是不是這樣? 你問我有什麼用嗎? 不用問了, 一定是這樣 你不要經常顧著吃 你認真考慮一下 看得出阿偉真的想跟你復合 我也覺得你也不錯 對呀, 如果是的, 按個頭就行了 是的 不過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安然無恙是因為我和她是朋友 是同事嘛 但是我也會害怕的就是… 如果我們變回情侶的話 會不會只是所有事情 重新發生過多一次呢? 我又不是這麼看的 有些關係是有經歷分開之後 才會珍惜對方 像你和阿偉一樣 兩個分開之後才發現 沒了對方不行 好, 不試過, 誰知道不成功, 是嗎? 好, 我現在馬上回來 我要回去工作了, 你吃完它 記住, 認真考慮清楚 再見 又吃不到了, 再見 好, 再見 Jernie Carmen, 你好 你今天要飛嗎? 我待會飛馬來拉 不過不會停止, 今晚就回來了 對了, 你今晚有空嗎? 我?有空嗎?什麼事? 我想約阿偉一起吃一頓飯 你也一起吧 你們兩個吃吧 我始終這麼久沒見, 也想聚一下 但是我們兩個單獨約會 你不會介意嗎? 不介意 我相信你們也會有很多事情要聚集 但是你不是還喜歡她嗎? 這個問題又…有點私人 那倒是, 沒關係 最重要是你自己心裡知道答案就行了 對, 我趕著要飛, 不說了, 再見 再見 你忘了她早上演習員在餐廳嗎? 這麼多年不見了, 你吃東西再這麼久… 喂… 你這麼免費嗎? 說好了, 不要動手 我再說一次 我會跟Carmen說清楚 她做什麼都沒用 我只想跟Jacky在一起 好嗎? 其實我對你的決心是非常有信心 不過男士看到漂亮的東西 在所難免會心軟 不如這樣, 作為兄弟 我給你一個忠告 就是千萬千萬不要當她是前度 你要當她是破壞你幸福的自主精 你有沒有這麼誇張? 阿傑就說得沒錯了 正所謂要跟魔鬼對抗就要怎麼樣? 對嗎?將自己變成魔鬼 你待會一場戲就不要遷就, 去盡她 總之就要這個女人自難而退, 好嗎? 行了… 一場兄弟, 別這麼多廢話 早知道你對我有順三 我知道你怎麼做, 時間到了 去盡了… 如神殺神 去盡她 如佛失佛, 你的戲可以的 你行的, Let's go 如佛失佛, 你有什麼嗎? 我做什麼? 可以溫泉做人嗎? 你也知道 我知道… 不知道… 還要不害得好, 不害得好 阿威, 這邊嗎? 阻礙你們嗎? 要不要再約會嗎? 不礙, 他們陪我等你而已 他們差不多要走了, 坐下 船船操事管理, 楊尚偉 你好 對, 我們剛才在說 如果結婚的話 之後會想去哪裡度蜜月 我就選Paris 雖然之前經常飛 但一直都想以第二個身分去那裡玩 我就覺得意大利比較好 據我說, 北海道最浪漫 對了, 楊先生, 你會選去哪裡? 當年我跟前妻在布拉格 我很有信心 我會再跟她去一次布拉格 我前妻叫Jacky 是港版的管理員 你們經常出入T1應該都會認識我 如果看到, 應該會認得的 Carmen, 不妨礙你和楊先生 我們先走了 好, 再見 其實你不用說這麼多話 給我的同事聽 其實我是故意告訴你 Carmen 我… 我也有些話想跟你說 我今早飛之前遇到Jacky 我問了她一個問題 我問她還喜不喜歡你 你想不想知道她怎麼回答我? 她說… 你不用告訴我她怎麼回答你 因為無論她答案如何 無論如何, 我都很有信心 會跟她在一起 我經常做過很多事情 但是很少有事情令我後悔 唯一最後悔的就是 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個名字 不過我有信心 好返, 我會彌補到這個遺憾 對不起, Carmen 我應該早點跟你說 我不應該花你這麼多時間 不玩了, 也不玩了 對了, 我辭職了 我遲些會離開香港 這麼突然? 我辭職不是因為你 是因為我答應了爸爸 會回到他公司幫忙 我其實本來飛來香港 是想找一個理由令我改變主意 怎麼知道 我走了 放假的時候去英國探望你 好, 但不要自己一個人來 記得帶上Jacky 好, 你好 英國的朋友, 你們好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Web TV服務 現在無論是透過網站 還是TVB Anywhere Plus 應用程式 都可以收看到我們的精彩節目 記得支持我們的新劇 香港人在北京 還未在我們用戶的朋友 快點檢查這個QR Code 和我們的同事了解最新一位